我名字叫做蠢得死 四十好几美老婆 不是我不想找对象 实在是因为太蠢了 听说有个聪明人 名字叫做赛诸葛 我来求他出主意 帮我找个女朋友 换音乐 换音乐 我这么有名气的人 没有一次出场是有音乐伴奏的 总是让我这么干粗 谢谢大家 这搞音响的真的是蠢得死 你喊我呀 你来了 我来了 到底是赛诸葛呀 第一次见面就知道我的名字了 真的是啊 你是来找我问婚姻的吧 对啊 你是活神仙吧 赛诸葛 麻烦你帮我算一下 看我什么时候可以结的姻缘呢 不要着急啊 看在你这个可怜的份上 我就免费给你算一八字 你看我算的准不准 谢谢 你呀 命中注定 五十岁以前 没有女人 太准了 五十岁以后呢 五十岁以后啊 你就习惯了 不习惯了 这又不是什么好习惯 赛诸葛呀 麻烦你救我一命啊 天下无难事啊 只怕赛诸葛 我给你三个锦囊妙计 保证你立刻成为 我们北京市的钻石王老五 到时候不是你找不到女孩子 是女孩子太多了 你挑花了眼 不需要那么多 一个就够了 你说的那三个锦囊妙计是什么呀 第一个锦囊妙计 记住了 再碰到你喜欢的女孩子 你就这么跟她说 你说你呀 年纪比较老 老婆又死得早 手里几千万 不知道怎么搞 我没有几千万 那就用第二个锦囊妙计 第二个锦囊是什么妙计 你要为她做几件蠢事 我本来就叫蠢的死啊 我还要做蠢事啊 从今天起 你要对着她的照片 找寝室晚回报 你要念着她的名字睡觉 你要每天给她写十封情书 到了月底 一起烧掉 你要每天爬到香山的顶上 对着她住的那个方向 照实力傻笑 那我真的有蛮蠢啊 怎么样 不怎么样啊 为什么 我辛苦的钥匙 那个女孩子她又看不见 我不是白忙活 你把这些练手 练手以后 再把电视台的人叫来 把它拍下来 特别是那种 情感类的节目 他们最喜欢拍你这种 蠢人蠢事了 你这东西拍完一播 肯定收视率高 到时候电视台的 肯定把你跟那个女孩子 喊在一起 来一次真情对对碰 到时候那个女孩子 还犹犹犹豫豫豫豫 全国人民都不答应 高 实在是高啊 为你以防万一啊 我再给你最后的一个锦囊庙记 记住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打开用 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我蠢得死 没有别的本事 从今天起 我天天跟你擦皮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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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给我出去 永远不要让我再看见你 哦 太蠢了你 哎 他刚才讲的第一个锦囊是什么呀 我又不记得了 我怎么这么蠢呢 他要是找得到女朋友 我赛诸葛跟他换名字 转眼春去秋来 又到了收获的寂静 爸爸 我的女儿来了 你又在这里收获智慧的果实吧 你看我的女儿就是了解我 大家看 这就是我的宝贝女儿 青春年少 貌美如花吧 怎么了 长得不像我 那你说像谁呢 像李伟健啊 为什么每次我带她出来 都说她像李伟健呢 哎 我就不明白她哪一点像李伟健的朋友嘛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您仔细看看这个眼睛眉毛鼻子嘴 确实像李伟健 爸爸 我今天来 就想让你看一个人 哎呀 我说怎么早上起来喜鹊叫个不停呢 原来是我未来的女婿要上门 哎呀 我看我这么聪明的女儿 给我找个多帅的帅哥来 男子满眼熟的 这双鞋在哪里 看一听 说不定是个熟人 来来我看看 我看看 迟早要见面的 来来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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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 爸爸 没喊起 再来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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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害得我 我家里来了 我又不知道是你的女儿 再说这个感情爆发了 我还管得那么多啊 你为什么不找个没人的地方 蠢死拉倒啊 你害我的女儿干什么你啊 我拼了这条老命 爸爸你不要这么激动嘛 我的女儿 你就找不到一个比她好点的人吗 她条件好 是你瞎了眼还是我瞎了眼 这个样子条件好啊 她年纪比较老 她老婆死得早 手里几千万啊 不知道怎么搞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都是我 这都是我算出来的呀 再说了 她对我好知情的 她为你做了几件蠢事吧 不单是做蠢事 她还为我写了好多情诗 这个样子还会写诗啊 我最喜欢有一首了 赛气 我是强硫酸 你是颜碱弟 让我们综合吧 省得害别人 我的天哪 大家听见这叫诗吗 这连押韵都押不上啊 爸爸他这么蠢 还能为我写诗 这真的是太浪漫了 浪漫什么浪漫 这个事我永远不会答应 我对他动了真感情 你当然会动真感情 你对谁不动真感情啊 问题是你骗了我的女儿 爸爸 他这么蠢 他怎么能够骗得了我吧 他是个我 你可能真的是李伟健的女儿 不是 我永远不想再看见你了 你要我们离婚啊 怎么叫离婚啊 按照你给我的第三个锦囊 我们已经提前打好结婚证了 我们是合法夫妻了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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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爸爸 你就是客气 这是客气吗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从今天起 我们两个人 兄弟相撑啊 啊 你叫蠢的死 我叫蠢的出血 还有你 你叫长江后蠢推前蠢 既然你们两个蠢东西 把生米都煮成熟饭了 那我再给你三个锦囊秒记 你照着他出去给我当个处长回来 免得委屈了我的女儿 回去 丢人现眼 到医院里去 查DNA 叫上李伟健一起查 谢谢 谢谢